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一直在计划一系列不同的活动 虎报变数翻新转型 素项更鲜明更传奇 随着中国影视剧市场的蓬勃发展 越来越多的人投身群众演员的行列 群众演员在本地也称为是临时演员 所谓的临时演员就是演一些路人或者跑龙套之类的角色 我们的设置队在北京就访问了一对临时演员情侣 一块去了解究竟他们是怎么入行的 这个行业能让他们实现梦想吗 三十岁的包海洋六年前从黑龙江省大庆市来到北京 现在他在北京双桥附近 这个叫做咸明后村的地方租了一间小公寓和女友同住 这间只有一个房间的公寓地点偏远 因此每月租金只要一千元人民币 但是两人把屋内打扫得干干净净 老爷 进来吧 没事 待着这些人得拖鞋 我女朋友特爱干的 一结婚一个月就是我俩自己装修了一下 这也是后马的 好那衣柜也是后马的 虽然说每天都出去吧 但是回到家有种温馨的感觉 我俩希望有这种感觉 包海洋09年底来到北京的时候 曾经当过餐厅服务员 建筑工人 网安队长 房地产推销员等各种工作 四年前他在朋友的介绍下 开始接触群众演员 也就是临时演员的活 在家的时候我爸妈就跟我说一件事 儿子 三百六十行行行行出状元 好好干在北京 我来北京不是 我发现了 不是三百六十行 是三百六十行行 行行出状元 干什么的都有 北京都怀采着梦想 但是我那时候没怀采着梦想 我就现在来北京就要淘个鸡 这点钱 后来他们说你怎么不一直演呢 我说这东西就要中彩票一样 太难了 海洋和女友康宁是在拍摄广告的时候认识的 康宁今年只有23岁 也是四年前从东北来到北京 她曾到地产公司上班 但是不愿意重复每天在街上发传单的生活 于是决定投资一万三千八百元 报名上模特培训班 初中那会儿就听人说手摸这方面嘛 手摸脚摸 然后我就特别特别想做手摸 对 她手和脚特别好 她的腿特别特别好 然后我就知道一个就是专门培训这个模特嘛 一开始不知道她就是一个特别简单的培训班 然后就去了 去了之后然后就再来进入这个行业 但是也没得这行业赚着啥钱 当现在连学费都没赚回来 三个月花了一万多块钱 白学 啥用没有 真的 真是白学 啥用没有 虽然花了不少钱上培训 但是康宁却很少接到模特的工作 现在她主要和海洋一起做临时演员 场季等工作 临时演员赚得少 进入在影视圈多年的包海洋 从原本的默默等待 到后来她决定主动出击 成为演员领队 也就是帮忙找一些临时演员的活 来增加她的生计 那如果有看过中国电视剧的话 可能有注意到 里头都是一些大阵仗 动辄上百上千人的 包海洋短时间内要怎么找特定符合条件的临时演员 而这一行又面对着怎么样不为人知的压力呢 一开始走入临时演员这个行业 海洋走得跌跌撞撞 现在总算摸到些门路 除了当临时演员 她想要把重心转移到做演员领队 给有需要的剧组介绍其他临时演员 从中赚取差价 当演员或副导演 最需要的就是人脉 海洋说 北京的群众演员群体可能足足有几十万人 有时剧组拍摄大场面就需要几千名群众演员 她每天都留意微信上的好几百个群里的各种信息 等待属于自己的机会 这都是每天找我找工作的群 全是影视群 就是他们每天就是各个剧组啊 还有群头领队什么的 找人都在这群里面发 我这都 以前都一千多个 现在就剩几百个了 太费流量了 这全是 特约群 角色群 模特群 礼仪群 这都有 还有中年的 年轻的 啥都有 早上七点半去 到晚上八点半 给六十块钱管两顿饭 还管水 她这是录节目的 人家找你说 明天给我来五个二百五十斤的女的 那你没有 那别人为什么有呢 别人有她就正在这盘墙了 明天给我来个两米的男孩 给我来使个打篮球 那你也没有 还有什么北电中心的女孩 小萝莉型的 破拉型的 性感型的 胸大型的 反正我就说这个意思一定要有 等有了再有个贵人了 或者有个机遇了给你 有贵人搭你一把 给你搭 拉你一把手 上去了就好了 阀阳现在每个月有几千元人民币的收入 但是在繁华的大北京 租房 出行 样样都让她轻松不起来 我这都有 你看前几天 我们俩一直呆着 呆着 那就得花钱 你呢 你像我这干这行 我这压力太大了 还得养个老子 还得娶媳妇 压力特别特别大 但尤其在北京 压力太大 啥症没有 这十二分片也没有 咱们 挺难的 比你厉害的 有能力的 比你强的人有的是 在北京能有个立足之地就好了 海洋说他希望能够尽快存够钱 在北京近郊买套房子和康宁结婚 但就算只付头期款 他也需要向母亲借钱 才有可能完成这个梦想 走在北京的马路上 就看那些住宅这些楼房 打管说有一户是咱们的人家 我都把这家里布置可好了 就是 有个家也行 能慢慢奔事也是多好 我们的设置队跟拍了好几天 才终于等到他们拍小短片的机会 拍片出现在荧光幕前 看似光鲜亮丽 但临时演员很可能只出现短短几秒钟 酬劳也低 临时演员的酸甜苦辣 却不是外人所能理解的 现在我们就跟随着镜头 走进他们的世界 去了解临时演员的苦语了 今天两人接了一个拍摄小短片的活 下午五点开始准备出门 因为世界一周前来拍摄 康宁还专门拿出姐姐送给他的 平时舍不得穿的新羽绒服 离开这个小窝 两人要走出咸宁厚村 到大陆边等巴士 在咸宁厚村居住的 基本上都是像他们一样 从外地来北京打工的人 这里的街道狭窄 垃圾都随意丢弃在街道上 一条小水沟也被垃圾填满 污水横流 是一个连北京当地的德式司机 都不愿意进来的地方 走了大约十分钟 路边烤鸡的香味 在冬夜里格外诱人 海洋看出了康宁的心思 海洋没有买鸡腿 买了十块钱四只的鸡脖子 和康宁就在路边啃了起来 这时等的巴士也来了 将近半个小时后 两人要下车转车 一看时间还早 海洋决定在路边的一家小餐馆 吃点晚饭 吃饱后又换上了一辆巴士 再坐半个小时到约定的集合地点 其他的临时演员都还没到 海洋安排康宁坐在麦当劳里等待 自己则是焦急地在微信上和他们联络 这几个临时演员都是海洋帮剧组找的 剧组给每个人的预算是100元 但海洋会从中抽取40元的介绍费 这天拍摄的小短片是要呈现年轻人好奇的 与巴士车站的触摸屏幕广告牌互动 海洋显然对拍摄的要求很了解 除了自己表演也积极地帮导演指导演员 一直拍着的那个手一直按住这块 把力量了特别惊讶 好 来 礼拜开始 你孩子多笑一笑 多笑一笑 对 别给他朋友笑 笑 开心点笑 几个年轻人得到上镜的机会都显得很兴奋 虽然气温已经降到零下 大家动得不住地跺脚 搓手 但是都说自己并不冷 表现得非常投入 拍摄进展顺利 一个多小时就拍完了 海洋给大家分发了薪水 留下个人的联络方式后 这支临时从北京各个角落召集来的团队 就又各自散去 海洋和康宁也要过马路回家了 北漂其实挺难的 但也要坚持 努力 奋斗 我的梦想也是想做一个 蛇的吸引商量 她的梦想就是想开一个咖啡厅 完事了 今天拍摄 有时候我俩回去吸引叔叔 再买点 给路上再买点吃的 就回家 吃饭一会就完事了 她得回家 对了 回家还坐两趟公交车 这北京太大了 也不知道赌不赌 再见 拜拜 两人的身影渐渐消失在北京的夜幕中 这座城市承载着他们对于未来的所有梦想 但美梦是否会成真 北京的喧嚣却也恰似一种沉默 临时演员的不确定性让人着迷 也让人不安 而现在最焦虑难安的应该是英国人吧 英国脱欧尘埃已定 然而所引发的骨牌效应超出市场预期 没有了欧盟 英国将何去何从 欧盟能化危机为转机吗 广告后我们来剖析 欢迎锁定世界一周 英国在上个星期的脱欧公投中 脱欧派已非常接近的得票率胜出 标志着英国将跟欧盟分道扬镳 据分析 这次公投中 支持脱欧的大部分是年长者 而支持留欧的则以年轻人为主 公投之后 让英国人意想不到的是 除了引发全球金融市场大地震 还导致英国政坛陷入四分五裂 党派斗争的边缘 英国在上星期的脱欧公投中 出乎意料由脱欧派 以52%的得票率 力压留欧派的48.1% 让英国迈向脱欧之路 选票分布方面 选择留在欧盟的主要是 苏格兰 北爱尔兰和伦敦大市区的中心地区 有分析认为 这次的公投让英国面临分裂 英伦三岛的出走声音响彻云霄 曾经在2014年举行独立公投 而最后选择留在英国的苏格兰 在这次的脱欧公投当中 有62%的选民选择留欧 苏格兰首席部长斯特金就表示 这次公投的结果违反了苏格兰的意愿 因此极有可能再次举行独立公投 脱离英国后再加入欧盟 而苏格兰议会也可能会动用 立法机制阻止英国脱欧 此外有56%民众选择留欧的北爱尔兰 第一部长麦奇尼斯就曾经要求 马上启动公投跟爱尔兰同一 让北爱可以继续留在欧盟 虽然这个提议未被北爱和爱尔兰领袖接纳 但极有可能为英国埋下地区分裂的副件 由于伦敦是欧洲的金融中心 有激进反对派更酝酿 伦敦大市区举行公投来留在欧盟 甚至威胁要跟苏格兰联合脱离英国体制 另一方面有数百万人在英国国会的网站上 联署要求举行第二次公投 人数远超只要10万人联署 国会就会进行辩论的门槛 对此英国议会请愿委员会表示 将在下个星期决定会议是否就此展开辩论 刘欧输了 首相卡梅伦在公投结果公布后 宣布将在10月前辞职 虽然欧盟多国一直向英国施压 要求英国尽快启动 李斯本条约第50条的脱欧程序 以免夜长梦多 但卡梅伦却多次重申 何时启动脱欧程序 如何跟欧盟谈判都应该由新的舵手去做 根据英国的选举制度 选民只能选出执政党 而不能直接选举首相 因此在上一届英国大选中胜出的保守党 只需要在党内投票 选出新的党魁成为首相 新首相预计会在9月初产生 保守党内 一欧派和亲欧派 最近就拉开了绝逐相位的战满 其中52岁代表脱欧派的前伦多市长 约翰逊是接任相位的大热人选 然而有分析认为首相卡梅伦将会发挥他最后的影响力 阻止约翰逊败相 并立鹏59岁属于亲欧派的内政大臣特雷莎做接班人 英国的另一个政治困局就是工党内侯 支持留欧的英国工党引自内阁成员 对党魁科尔滨在领导脱欧公投未尽全力 而对科尔滨产生不信任 并引发影子内阁成员大规模辞职 以迫使科尔滨下台 由于脱欧问题还未明朗 相信英国的政坛动荡 短期内都难以解决 随着脱欧派在公投当中获胜 英国的货币房价和教育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 难怪最近regressed这个英文字 成为了英国社交媒体上的大热标签 顾名思义regressed就是regret brexit 也就是后悔退欧的意思 而另外一个新创的英文字就是londependence 也就是london independence的意思 寄托了部分英国人希望伦敦可以独立的愿景 英国脱欧欧盟对英镑 英国房价和英国高等院校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在英镑方面 英国脱欧的公投结果一出 英镑对美元的汇率一度大跌11%到1.323% 是31年来最低水平 跌幅也是英国多次金融危机以来最高的一次 金融机构摩根士丹利就预料 英国脱欧会令英镑对美元跌到1.3左右 英镑贬值意味着英国的入口货品和服务 将会比以前更贵 这将会推高国内通胀 而另一方面 英国出口到外国的货品将变得更便宜 这将会影响英国出口上的利润 在房价方面 如果英镑贬值导致国内通胀上升 英国央行就可能会加息 按揭贷款和其他贷款成本也随之而上调 出租房子的房东也有可能需要增加租金 以抵消供房子的负担 英国财政部就曾经警告 英国脱欧可能会导致英国房价大跌18% 而当地的房地产业者就认为 地产交易瑞减的情况 可能会持续到明年 除了英国公民对前景感到担忧 就连住在英国的法国社群 也忧心忡忡 在教育方面 因为英镑大跌 在英国的外国留学生可能会因而受惠 脱欧之前 英国的大学和科研机构的研究经费 有3%来自欧盟 而英国高校跟欧盟的高等学府 都有广泛的交流和培训计划 随着英国脱离欧盟 这些来自欧盟的款项就不再存在了 这也引发英国会否大幅调高高校学费的忧虑 而英国也要在启动脱欧程序后 跟欧盟重新谈判新的教育协议和合作计划了 英国加入欧盟超过40年 它跟欧盟的关系错综复杂 多年来一欧主义想让英国离开欧盟 而实用主义又想把英国留在欧盟 这两股势力使得英国几十年来跟欧盟若即若离 为什么这对组在一起将近半个世纪的夫妻 要闹离婚呢 我们一起去了解 英国加入欧盟的历史可追溯到1973年 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 也就是欧盟的前身 一年后 今任的共党首相威尔逊希望 跟欧共体重新谈判 英国作为成员国的条款 再加上内阁留欧和脱欧两派针锋相对 最后在1975年举行公投 但当时有67%的人投票选择 继续留在欧共体 整个80年代 欧洲的问题成为分裂英国政坛的因素 曾经支持留欧的保守党首相萨切尔夫人 在执政后认为 英国在农业补贴等问题上 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而坚决脱欧 由于萨切尔夫人的立场改变 导致保守党出现严重分歧 她最终在1990年为此下台 到了1992年 保守党领导的英国政府 在英镑受到国际货币炒家聚集之后 被迫宣布退出欧共体的汇率机制 导致汇率机制陷入崩溃的边缘 同一年 欧共体的多国领袖 签署马斯特里赫特条约 欧盟正式成立 赋予布鲁萨尔更多立法和行政权力 并计划推行单一货币 但英国 瑞典和丹麦并没有使用欧元 2009年爆发的欧债危机改显了英欧历史 移欧的独立党在英国冒起 从保守党分裂出来的独立党创办人 法拉齐扬言 要挑战欧盟和欧洲议会的共民主 2013年 保守党的首相卡梅伦为了安抚党内 就欧洲问题而分裂的成员 承诺如果在大选当选 就会举行公投 决定英国是否继续留在欧盟 卡梅伦在近年2月跟欧盟大臣 欧盟改革协议作为英国留欧的条例后 宣布英国在6月举行公投 而他所领导的政府则全力支持留欧 有评论指出 卡梅伦借脱欧公投是要吓唬和勒索欧盟 卡梅伦的这场政治豪赌 赔上了自己的政治生涯和英国政局的稳定 脱欧阵营的胜利意味着人们期待改变 希望从欧盟大家庭中出走 卸下那些他们认为是绑手绑脚的法律条规 拿回属于英国的自主权 有同样想法的不只是英国 丹麦 瑞典 荷兰 法国 意大利 奥地利等国 都排队等着脱欧 进一步分裂着欧盟 英国脱欧对金融市场的影响 引爆全球股市震撼弹 单单在上星期五公投成绩揭晓当天 全球股市蒸发超过2.8兆美元 全球富豪资产缩水严重 比尔盖茨 巴菲特以及李嘉诚的资产账面 少了58亿美元 损失惨重 汇市英镑欧元城重灾区 全球热钱 美元 日元 黄金和瑞士法郎 避险需求坦升 舆论认为英国脱欧阵营的胜利 标志着全球化逆转的标志 将重塑全球未来经济走向 在一片脱欧的哀嚎声中 不少国家则因为退欧而得利 评论指出 英国脱欧后 俄罗斯取得最大的胜利 因为欧盟力量削弱 未来对俄罗斯的制裁将瓦解 英国脱欧公投折射着西方民粹主义的盛行 法新社就评论 脱欧公投是一场反精英运动 选择脱欧的大多数为收入教育程度较低的选民 他们因为自己无法分享到经济利益 愤而支持退欧 同样 反精英情况也出现在美国 特朗普就是靠美国社会庞大的怨气而崛起的 不少舆论在谈论英国脱欧成功后 美国人会不会效仿英国人 把反体制的特朗普推上总统宝座呢 民主党假定候选人希拉利 则以英国脱欧为宣传造势的切入点 警告选民反体制后果的严重性 而对于中国 英国脱欧是利益大于弊 这是因为英国脱欧后 英镑和欧元的国际地位都下降 人民币国际化推进将在无形中得到增强的基础 另外英国脱欧后 欧盟内部必定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 中国在和欧洲就国际经济事务谈判中 将增加不少的有利条件 只能说英国脱欧 有人欢喜有人忧 而孕妇的优很多时候就是乘搭公共交通时 没有位子坐 一路摇晃到目的地 现在韩国的这个发明就贴心照顾孕妇的需求 我们广告后回来 欢迎回到世界一周 即将在八月登场的巴西里约奥运 在状况连连的情况下进行倒数 不少场馆陆续竣工 最近其中一个奥运高尔夫球场进行测试 这个球场最特别的地方就是球员比赛的同时 还可以时不时看到球场外栖息的野生动物 洒水器为干燥的草坪带来一丝两意 孤独的鸟儿独自在草地上软软无形 这个高尔夫球场地现在看起来十分冷清 但是到了今年八月 它将迎来世界各地的高尔夫球好手 角逐体坛最高荣誉那就是奥运奖牌 作为奥运会的其中一个主要赛场 这个高尔夫球场地当初在设计和建造时 特别考虑了还原当地原生植物和野生动物 当局特别在场地周边种植了65万棵原生植物 沿海地带的这一片绿地就是计划下的成果 这些灌木林除了作为球场与海滩之间的围离 也是野生动物安居的家 在这里小巧的林猴对人类绝不陌生 中午过后还可能看到成群的水魂出来找食物 根据大局的统计 自去年11月这座高尔夫球场开放以来 野生动物的数量就已经翻倍 超过250只野生动物在这里玩家 来到这里打球的球员就说 这个场地很有挑战性 而且周围的绿意也巧妙地融合在一起 他希望看到更多人到这里打球 大西高尔夫球协会主席就表示 希望在奥运会之后 这座高尔夫球场能鼓励其他周属 也建设高尔夫球场 让更多人参与这门运动 当地一个支援团体早在十年前就发起活动 教导青少年打高尔夫球 受惠的学生已经超过100人 当中有些还成为了巴西的高尔夫球好手 运动不分高低贵贱 尽全力持统在运动场上 这才是真正应该推崇的体育精神 礼约举行奥运期间 根据酒店预定网站 超过九成的酒店已经被预定了 那么入住酒店 什么是你最期待的呢 在美国纽约一家酒店 就可以让你在不开口询问的情况下 也可以掌握酒店周边 以及当地景点的资讯 要在竞争激烈的纽约酒店市场 占有一席之地 当然得有两下子才行 看到了没有 这家酒店好玩的地方 就在你的足下 还有你的指尖 走到指定的范围内 就能控制前方的荧幕 然后再手指远点 查看自己感兴趣的资料 所以你进行的通知 所以你进行的通知 你进行的两个步子 在地上的地上 给你一些地上 然后你一开始 你会看到的 六个月子会在地上 所以你进行的 10-minute walk 你会有九个字幕 在你会有九个字幕 在你会有九个字幕 那会给你 九个字幕 在你会有九个字幕 在你会有十分钟的 十分钟的 如果你看到一遍 一遍的 你会看到一遍 你会看到一遍 就像是乐队的指挥家 手指点点就能马上掌握酒店周围的好处处和整个游会 要是走过长廊 墙壁上的LED灯还会跟着行人的动作重现变化 我们有三个全年来游戏 人们喜心厌旧的心态 或许就是酒店业者不断推陈重新的动力了 科技带来的便利不只让生活变得轻松 还能传播爱心 在韩国地铁里的一个贴心设计 能让准妈妈一上地铁就能有位子坐 捷运大门一打开 一名孕妇走到博爱座 发现一名男子坐在位子上 孕妇于是默默地站着 不一会儿 这个孕妇专用坐的粉红灯 闪动并发出声响 男子这时才发现 站在他前面的原来是名准妈妈 赶紧起身让位 这名乘客表示 如果孕妇肚子太小 真的很难察觉 不知道该不该让座 而这粉红灯系统 能够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在釜山实行的粉红灯计划 让孕妇申请领取这个无线电感应器 当感应器靠近孕妇专用坐装置时 就会发光和声响 这名参与计划的孕妇表示 现代人坐地铁都低头滑手机 现在有了这个感应器 让乘客更能注意孕妇专用坐的存在 粉红灯计划是 釜山政府鼓励生育的 一系列措施之一 当地政府打算将这个计划 扩大到更多巴士路线 确保孕妇出行更便利和安全 这么一个小小的心思 让社会充满了温馨和正能量 稍后我们一起到 正在翻新的虎豹别墅 看看工匠如何修复大批塑像 它如何让斑驳的塑像 恢复神采 广告后回来 欢迎继续锁定世界一周 看着世界一周这个节目长大的年轻观众 可能听说过位于西部有一个叫做虎豹别墅的地方 但是可能没有去过 那么如果像我这样的年龄的话 应该都有去过虎豹别墅吧 我家里还有小时候在那里拍的照片 而说到虎豹别墅 很多人印象最深刻的应该就是18层地域 虎豹别墅是新加坡先贤胡文虎 在1937年为他的弟弟胡文豹所建的豪宅 落成至今经历了几番风霜 在60年代初到80年代可是新加坡人最爱去的地方 而随着更多娱乐景点的建成 虎豹别墅的人气也跟着下降 现今的虎豹别墅正准备大开装 推出不少特别的节目吸引访客 希望可以重拾以往的光彩 但在重振旗鼓之前 他们必须先确保别墅的设施和一千多个雕像都完全修复好 而这个大工程就要靠这位82岁的老工匠了 今天我们要带你到石垫炎罗的鬼门关走一趟 感受一下18层地域惨不忍睹的情景 再到炎罗王面前接受审判 看看你这辈子积了多少阴德 石垫炎罗可是虎豹别墅最著名的景点之一 充满了华人传说神秘的色彩 别看这些雕塑凶神恶煞的 他们可是需要定期的保养 才能够看起来如此的栩栩如生 他们的保养师就是这位正在全神贯注 为弥勒佛进行修复的正要圣老先生 正老师父从小就在这里 为虎豹别墅的一千多个雕像进行修复 他的父亲和祖父从前也是在这里做工匠的 过去有五六位工匠一起工作 现在只剩下他一个人了 我说我伯父做到中间才嘛 后来我们十三位就叫做工匠 做工匠的人都对他意思是很好的就对了 我们是一家靠王一家靠大帅都说就会出事 就这个汤价也嘛 他都做那个工作就说汤价 他的一生离不开虎豹别墅 就连他的儿女也都是在虎豹别墅 定下了因缘 老师父说修复雕塑所需要的时间 一般要看损害的程度有多少 最基本的修复工作就是 为雕像重新添上颜色 上色之前要用白色的漆将整个雕像粉刷几遍 等底色干了之后 老工匠就要带着一桶桶的颜料和笔刷 开始为苍白的雕像添上活力的色彩 这些颜料都是老先生自己调配的 这些雕塑陪着师傅一起长大 他自然对他们了如指掌 下手气上颜色根本不需要思考和构图 有时因为雕塑太高 他需要爬上简单的木架上继续工作 但体力渐渐不支 老师父也不敢爬得太高 hana贬任 82岁的他将69年的生命都贡献在这里 仿佛像是虎豹别墅的守护者一样 安静又执着地为新加坡人守护着里面的雕像和集体回忆 郑老师傅现在已经80多岁 虽然精神上还像年轻时那样的积极和坚持 但是体力方面已经没有办法跟上了 年轻时候的他要修复雕像时 可以爬到三层以上的木架 但现在他已经不想再爬那么高了 不过老师傅还是希望可以好好地修复虎豹别墅里面的雕像 这也是他最担心的 如果有一天他无法继续修复的话 到底谁能继承他的这份感情呢 夏日炎炎的下午 老师傅喝完午茶后便开始工作 他把注意力都放在了眼前的雕塑 但是这么多年来 他心里一直有一个让他操心的事 最后再过去了 人家师傅olog cm rio 她客人都不会 accommodate 都不会民主 但是他轻周不合几个北洞 因为都是失败的 一些安卵的国家 这些时候就不能 wonderful 都 convictions 懂得是aan漾 因 tends proposed 熟较熟老师 但现在他有一位学徒跟着他学 也算是替他分担一些责任 这位49岁的陈金龙 就是郑老师傅现在的学徒 2011年6月份来到虎报卑士 就跟郑老先生做这个行 当时在中国也有做过这种游戏 但是没有像虎报卑士 这边的人物这么多 那个时候来的这边 刚来也是蛮辛苦 现在比较习惯 到现在五六年了 但陈金龙对于手艺继承的前景 似乎比较看得开 一般来说是不会失传 他交给我 以后交给我儿子 因为我儿子是年轻 在我们这两代 这段时间应该不会怎么样失传 无论他们对这座手艺 未来的去向持着什么样的看法 至少我们知道 有他们在的一天 他们这些老伙伴 就会继续为下一代 讲述虎报别墅的故事 我觉得这个地方的意义是很大的 这里表现给我们的新加坡的历史 还有中国的历史 这些东西不是在学生能学得到 要自己来体验才学得到的 虎报别墅的改装计划 还有半年多的时间就会落成 目前也在不断地推进不同系列的活动 吸引公众 我们既然以接管 开始接管这个公园开始 我们一直在计划一系列不同的活动 来令这个公园 恢复到以前那个光彩 在这些活动和举办之前 我们还是得等新加坡旅游局 把整个园里的基本设施和设备 完全修复过来 这是会长达一年的修复过程 每个星期五我们都会有 虎报别墅的导览团 我们在接下来几个月 会慢慢增加导览团的次数 几个星期前 他们也推出了密室逃亡游戏 赢得了不少公众的参与 我自己也很期待翻新后的虎报别墅 不知道到时候 就地重游会有什么样的新感受 新体验 感谢收看这一期的世界一周 我是志音 下周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